一 二 二 二 三 九 耐鼓 耐力 耐心 耐磨 勇于接受人事磨练 靖思语出版成书 悠悠走过30个年头 全台校园纷纷成立 靖思阅读书宣 1989年的时候我到台北 然后在眼界天下华事业群 我是一个仓库管理员 然后一直工作 那1997年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要去学英文 那我身边就带一本中文书 唯一的一本就是上人的禁思语 在生活中节俭一点 爱心付出一点 就能让贫困的人受惠无穷 工作不管再忙 责任再大禁思语成了心灵最大自良 上人说有些时候你人生不要多减做 不是主作的事情 我一项都没够做 主作的事情我一项都没减做 这个一直提醒我说 我要focus在我的本业 在我的本分 在我的责任上面 华人领袖远见高峰会 各大企业高阶主管云集 人生走到巅峰 禁思语也都潜移默化 禁思书宣的书包括禁思语这样 我每次一买就买很多 我买很多主要都是送给我的朋友 跟送给我的同事 有时候装在行李箱里面 世界各地在跑 禁思两个字的你们的解释 我就特别特别的打动我 叫青山不用针 对吧 福田用心耕 一本书一句话成了心灵迷惘时的灯塔 时至三十周年 除了第五级问世 也未集出纪念典藏版 多国语言翻译目前18种 接下来11月之后 葡萄牙语 缅甸语 甚至包括非洲竹鲁竹和苏图语 也都将相继问世 翻译好了 编排好了 印刷中到时候再把这个爱 然后这个满满的智慧 能够传运到这个墨山匹克 还有非洲的土地 感恩 尊重 尊重 爱 爱 跨越种族 肤色 好化传递五大洲 成了安定 人心的力量 也在新田撒下无数爱的种子 大家新闻 小时节 科兴志 台北部导